美国媒体必然是落后政府的表态 都是这样 那因为那个叫惯性 就是先找可以批民的负面先来做报导 而且本来就负面报导才会有人看 对不对 那正面又没有什么成果要写什么了 对不对 难道又跟他见面90分钟 这值得报导吗 这对美国民众看了都快睡着了 事实上我 我看到布林肯见王毅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 是 我反而会去注意John Kerry谈了什么 那个比较有可能有成果嘛 知道王毅也讲得很白啦 他不是讲三个需要吗 坦白讲这个都有一点这个 老师都要帮你复习重点的味道 你知道吗 美国需要反思 为什么中美关系会陷入严重困难 美国需要把巴黎岛会晤的共识 是转化为具体行动 美国需要把拜登总统多次做的承诺 落到实处 你不觉得都跟废话一样 这个前面那两个事实上就是讲 不要制造不确定啦 事实上所有的不确定都是美国制造的 你现在供应链之所以不确定 难道不就是你的制裁造成了吗 对不对 那中方现在开始反制 也一定会造成不确定 因为事实上今天有传出 美国也会怕呀 今天有传出那个者跟家之外 好像要增加第三个东西啊 那个好像叫D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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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不确定在扩散当中 那我觉得坦白讲这个 这种东西都有点像这个道德的 就是道德的提醒啦 所以你不要再言行不一啦 讲话要算话啦 这种啊 这种坦白想这种东西听多了啦 俄乌战争从头到尾都是这类的话 到现在和谈也没有进展啦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比较着重实质的问题啦 比如说这个我们讲那个 这个比如说John Kerry要去大陆嘛 这也确定了嘛 是16号到19号 那Rabando也要去嘛 是那个日期还不知道 对 我认为中国大陆在区分 这四个人啊 你看一路下来是四个人嘛 布林肯 是 叶伦 John Kerry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是Rabando 是 雷芒多 我认为叶伦跟John Kerry是被尊重的啦 就两个人都是拜登政府里面 愿意跟中国修好的代表嘛 那叶伦 他毕竟是学界的泰斗嘛 所以听听你的对经济的看法 那这个人会比较实在啦 他不会跟你讲一些空话啦 当然难免也有啦 可是大部分还是实实在在在讲话 那至于布林肯跟Rabando 我觉得中方大概就把他当作 就是政客的代表啦 就你们两位来 那如果没有带来具体的做法 然后我们可以来做交易 那基本上你们两位来 我们就是跟你打哈哈啦 大概就这样了 不这个实质上已经有了啦 他现在是把他法律确定 因为我去过蛮多国家的 事实上都已经碰到实际的状况 因为台湾没有方交国的国家很多啊 对 比如说渔船碰到问题 对 还有比如说 在越南那个时候有冲突的时候 大使馆的协助啊 这事实上已经发生非常多个案了啦 只是大家回来不伸张而已啦 那大陆把它制定为法律 那就是直接把你当作国民了啦 就有这个味道啦 就是说所以我必须要cover你这样 是啊 这就是国民待遇嘛 是 那美国会看起来就觉得 那现在 不这个跟美国没有关系 这完全是处理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 那因为中国大陆邦交国比较多嘛 是 所以他就说在海外的台湾民众 如果碰到问题 对 那你没有那个大使馆或领事馆 那中国大陆可以协助这样 是是是 好 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好来老师 领事法 虽然是国内法 但是在国际之间处理纠纷 或者是处理领事保护的时候 是 那中国大陆可以根据国内法 在国际之间保护台湾的民众哦 对这没有错 所以这个就没有法律争议了 也没有法律会设定待 比如说你如果被某国逮捕啦 对 那因为我们没有领事馆 对 那中国大陆可以跟他协助 他可以哦 他可以去法院旁听 对他可以跟他协助 因为他可以根据这个领事法 那因为根据维也纳的公约里面 相对的国家 他们会尊重你 所以假设台湾的民众在海外设法了 假设了 对 或者是不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被当地国的法院或是检察官起诉 那中国大陆的领事可以到法院去旁听 去观察他有没有那个滥法 那他可以介入哦 可以介入 对他可以介入 然后要求他们要实法判决要公正哦 这个对台湾的民众是很重要的法律保障哦 对 还有那个啦 比如说撤侨 撤侨对 实际上是苏丹就有人 就是坐大陆的船 对没错 没有啊这个10亿欧元很少 很少啦 10亿欧元非常少 所以你是说他就是应付一下意思意思而已 这个萧之不可能不知道啦 他这么资深的国会议员 你看那个宝马上次冰淇淋事件那个 他到大陆就投资100亿欧啊 是 对不对 当然是分阶段啦 可是人家一讲就是一个100亿欧的计划 10亿欧就是一个小计划而已 西门子是多大的集团啊 是 我觉得德国现在啊 他就是红蓝绿 红绿灯政府三个灯同时亮嘛 是 所以你从他的文件可以找到 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你要的话 嗯 那就取决于执行的部长是哪位了 他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政府了嘛 是 那这个是萧之自己选择的结果嘛 因为他就不要机民党嘛 那不要机民党 你也是一个脆弱多数嘛 嗯嗯 所以 绿党自民党你都得罪不起嘛 所以三个灯全亮 所以中国大陆也可以 三个灯全亮其实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对啊 所以你到底要走还是要听 你只能够停看听啊 哈 目前中国的中国大陆的立场就是这样啊 对啊 就说那我干脆先去接触法国 对 法国至少灯是只有一个一种灯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现在是绿灯啊 你这样的政府人家不知道如何跟你打交道嘛 是 所以 美国也没有要到他要的答案 嗯 中国也没有要到他要的答案 是 因为三个灯全亮 不因为美国劳工五点半一到 他东西就丢了就走了 哦 他不可能为你加班啊 那要怪就怪美国劳工自己咯 是他们的问题啦 对 可是他原来的合约也没有说 他不能够引进台劳啊 那台劳当然就是比较认真嘛 他愿意加班嘛 赶工啊 是让台积电 原来那个第一场 他盖了两年多欸 这已经完全不是台积电的速度了 对不对 然后当地的建筑成本又高 这不只是工资啊 就到了 同样是台积电 但到了美国就会变慢 对 可是那个买料等等 那个你没有办法啦 你只能够就美国当地买 那个就是贵了 那可是劳工的部分 因为他过去的经验应该也是 比如说他在大陆 那大陆劳工也是一样配合啊 在美国 美国劳工就是不甩你啊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你就碰到很多困扰嘛 事实上我们最近也看到 富士康不是决定要退出那个 印度那个半导体 对 对 那为什么做不下去 我相信他也碰到很多困扰啦 嗯 是啊 这也包括水跟电啊 还有相关的技术劳工的取得啦 然后劳工的配合度啦等等 那后来就算了 是 所以坦白讲 我真的觉得半导体产业啊 就是在东亚啦 对 那不然就是在有华人的地方啦 比如说新加坡 马来西亚 才做得起来 因为有华人嘛 那不然就是东亚 就是韩国日本也把它广义弄进来 都是儒家文化圈啦 要任劳任怨才能做得出来 就是只有儒家文化圈 博士才愿意加班啦 是 不竞争是可以啦 可是一定会比较贵啦 这个就好比你没有EUV嘛 那我用DUV也可以 多跌几次也是可以跌到那个效果 所以他如果少量制造是没问题啦 那可是大量制造就见到商业竞争的问题了 那如果是国内不得不用 那就将就嘛 因为你要真的做得出来 美国那个级别的先进晶片也还要几年啦 比如说如果人家真的EUV就是一直不卖你 那你现金机片怎么处理 你总要做出来啊 因为有些单位还是要用啊 那只是那个效能 效能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到那个效能 可是他可能就是现有的工法里面 那价格最低的 所以如果是商业竞争 你在国际上就非常困难 那可是要在国内堪用 可以达到那个效能 那基本上是做得到啦 很紧张 那我就先用这个方式来克服 这个就是中国版的新链计划嘛 中国本来要自己做啊没有错啊 那这个技术也没有那么难啊 说实在啦 就是钱的问题啦 那中国大陆有钱啊 那事实上 马斯克也在游说这个项目 那中国现在不给他做了 就是这样 当然要养大自己啊 当然是嘛 当然是这样嘛 事实上他有在游说啦 可是 中国大陆大概就是给他做除能嘛 然后上海工厂扩大嘛 大概是 这种招数常见啊 日本那个 我是羽球的嘛 那个Yonex也去赞助中国的羽球队啊 是 你看然后股价就会硬升上 这当然啦 因为他现在又有市场概念 是 以前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嘛 现在已经不只知名度了啦 他会立刻获利啊 是齁 可是那 这个就是贊助嘛 有的牌子就很深按这个道理 很知道要怎么样去抓住这个中国的市场 但有一个品牌 大部分的牌子都知道 是齁 真的啦 好莱坞 不然李冰 李冰冰为什么会去演啊 范冰冰也去演啊 最近我还看到 连战狼都跑去演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集 集团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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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